黄冠中配不上朱英 这是港媒的共识 用下架总结这场婚姻 还说黄冠中家住在深山村屋 开着一辆破车 甚至标题就叫 朱英十月加穷炮 可惜他们多虑了 黄冠中资产结构早已实现升级 二人的渊源从朱英二十岁就开始了 那时比亚刚开始火 有一回他们去香港演艺学院演出 台下做了一群学生 黄冠中戳了下身边的朋友说 你看四点钟位置的那个女仔 好正哦 十年后两人成了上下楼邻居 重新见面 缘于一次爆水管事件 虽然有好感 但黄冠中却从不敢多望女神连眼 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戏 凝聚生活过了大概两年半后 黄冠中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搬走 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 才有机会跟朱英相处 他这才鼓起勇气 要求女神一同看展 他不想再错过她了 没想到朱英很干脆 一口硬了下来 两人低调去看展览 结果被狗仔拍了个正着 黄冠中没有丝毫掩饰 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 对朱英的好感 也许是被黄冠中 大大方方的态度感染 在朱英的点头后 两人便公开了恋情 黄冠中那句 知道我为何一直那么倒霉 做任何事情 都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吗 因为我的运气 全都用在他身上了 这远比知尊宝的追悔莫及 更让人动心 当朱英冲着镜头笑着说 他让我自觉金贵 我一下就明白了 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被坚定地爱着 就连女神朱英 在爱情里也得是个俗人 全世界的这种 在 Hist Dor的 雷军之叶岘 倍率